两个女人正谈判男人归室 忽然其中那个长相老实的女人 顾蒋武德 照着另一个女王气质的脸上 就是一大耳贴子 但被打的女人却没有还手 她决定以德夫人 抛服对方 就在这时 听到声响的都教授赶了出来 看着两个为自己大打出手的女人 都教授也是十分的尴尬 原来昨夜 两人在大雨中浪漫过后 看着被大雨淋湿的魔女 都教授只能把她带回自己的出租屋 给她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可早上的时候房东的女儿 像往常一样来给都教授 提供送早餐叫醒服务 正好撞见满面春光的魔女 穿着都教授的衣服 在享受阳光 而魔女也发现了 这个手拿爱心早餐的小弥妹 于是两人准备来一场谈判 可几个回合纹斗下来 小弥妹眼看嘴上不是姐姐的对手 于是搞起了偷袭 直接就是一大耳贴子 可惜来晚了的都教授没有看见这一名 反倒是吃了亏反击的魔女 被她抓个正着 看着魔女又在使用她独门绝技 薅羊毛 她就认定是魔女又欺负人了 生气的她 根本没有注意到 魔女正义连委屈地等着她声张正义 而是直接把魔女拉了出去 面对魔女的实话实说 她也根本听不进去 现在的她 就像被唐僧附体了一样 执意要赶走这个真心对她 却又惹是生非的人 可魔女不是孙悟空 她不可能让心爱的人 旁边还住着个小妖精 于是第二天 魔女就用四瓶罗曼蒂康体 外加一个聘用合同 就让都教授自愿地出现在了 她的补宝窗前 并从此心丹情愿地住在 这个神奇浪漫的古堡内